今期国度一分钟会和大家探讨七山策略 七山策略,Seven Munker Strategy 是基督徒按照神国的价值观带来社会整体转化的策略 透过改变影响社会文化最重要的七大领域去转化城市国家 当中的七大山头就是七大领域 倡导者相信当七大山头的基督徒能够兴起 发挥影响力甚至成为领袖 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 以赛亚书,以章以折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珠山 高举超过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这七大山头可以用英文字母A字G来排列 它们分别是art and entertainment,艺术娱乐,business,商界,church,宗教,distribution,媒体传播,education,教育,family,家庭,政府 那究竟七山策略是怎样起源的呢? 在1975年,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白立德 和青年使命团YWAM的创办人康宁汉 分别从主领受两个内容相近的七座山的启示 七座山代表社会里最有影响力的七大领域 而神的应许是得者众山就得列国 80年代之后,多位知名的教会领袖推动七座山策略 最广为人知的有彼得艺格纳博士Peter Ragnar 他推动社会转发策略 主将基督徒必须在七座山占有具影响力的领导地位 才可以改变社会和文化 他认为人要重拾神起初被人管治全地的命令 大致命也是叫人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万民就是列国的意思 就是由不同社群和文化所组成的社会、城市或国家 到了2000年之后 七座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属灵运动在各处推行 在详细谈论策略之先,我们要知道两个重点 首先,七座山策略并不是一个神学概念 而是一种策略 圣经里没有这个字眼,也没有明确谈论这个策略 但就像以细胞小组作为扩展教会的策略一样 另外,七山策略并不代表基督徒要统治世界 而是基督徒要在爱和怜悯之中服侍 活出耶稣基督的榜样 圣经指出,基督徒要作炎作光就是这个道理 作身体,Sindy Jacobs提及到每一个山头的应用策略 在艺术和娱乐界,要透过艺术和娱乐文化 向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报道方式没有兴趣的人 传讲天国的福音 而在商界,商界的领袖要有诚信的品格 以及使用神所给的财富去改变这个社会 在宗教界,教会要对每一个社会山头都有影响力 不要只是着重带人回去教会里面 而在媒体的山头有恩赐和呼召的基督徒 媒体人要在业界里面树立美好的榜样 在教育界方面,要带神的真理和天国的价值观 再次进入教育制度里面 在家庭方面,父母要为家庭设立属神的秩序 医治婚姻和关系上的破口 为子女建立和这个世界不同的道德标准 最后在政府山上 要由公义的政治领袖 去主领政府的各个部门 去带来正面的改变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欢迎你来like和share我们国度复兴部的Facebook专页 我们来看看